一般中国画所用的颜料有几种 有一种是最常见的 就是中国画颜料 就像牙膏那样,像水彩画那样的颜料 摘出来就可以调配一下就可以用 这种颜料和水彩画是很接近 但是它的覆蓋力比较强 我们也可以用水彩画颜料 例如是画花,可以用鲜色的玫瑰虹 可以加一些水彩画的颜料 也可以加一些广告彩的颜料 这个广告彩颜料可以画在国画里 尤其是白色,白色我们也经常用 除了这个中国画牙膏色的颜料之外 我们也会用高状的颜料 这种颜料加少许水调开就可以用 高状的颜料是挺常用的 也非常之好用的 这种颜料分为几种 一种牙膏色 一种牙膏色,一种是膏状的 还有一种是开水用的 例如是这个 可以用的颜料分为几种 可以用几种 或者是牙膏和其他方法的原理 都差不多 我所用的颜色很多 这种藤黄是很原始的颜色 它只是树的汁液做出来的 浸水就可以用 藤黄要记住它是有毒性的 用藤黄调出来的绿色 调蓝色变成绿色 是很草拢,很透明,很适合山水画用的 还有植物的绿色 这一类是红色 红色是珠砂色,鼠红色 这些是国画的传统颜色 但它们有一个缺点 就是画到很鲜色的花 不够水彩的红色鲜明 这个是歌劇红 有些玫瑰红色是非常鲜明 如果用这些色去画画 更加鲜色和鲜红色 这几种色叫三绿 或者叫三青三绿 有些叫二绿 二绿比三绿更深一点 然后有些叫石绿色 这几种绿色 这几种浅蓝色是有覆盖性的 刷山水的树的时候 都会用到的 所以它的覆盖能力越好 越覆盖得到就越漂亮了 我会用 小绿的这个叫做广告彩 就是日本出的广告彩 去画 画的时候 它的覆盖力是非常之好 这一类的色 也是广告彩的颜色 还有一个最常见的是白色 通常国画的白色 覆盖力不够强 所以我们选用 广告彩的白色 去覆盖这张去画白色的地方